它除了降噪,它還有另外一個模式就是 它除了降噪,它還有另外一個模式就是聲音通過模式 就是你可以聽到外面的聲音 就是它用它的麥克風把外面聲音放大 就變成你可以聽到外面的聲音 但我覺得效果也不是很好 它有點像是很爛的麥克風 然後你也聽不到,坐在正前方的人你都聽不到他在講什麼 我覺得這個也不是很好的,聲音通過模式 就是理論上,坐在正前方,你想要跟它聊天,你就按一下通過模式 你應該可以跟它聊天吧 但這個是幾乎聽不到,它放大的是所有聲音 除了降噪模式,它還有一個聲音通過模式 我覺得也不是很OK 就變成你聲音通過模式,理論上就是要聽到外面的聲音 除了降噪模式,它還有另外一個叫聲音通過模式 我覺得也不是很OK 就變成你開啟聲音通過模式 你可能是需要跟前面的人講話 或是聽到哪邊的聲音 但是你跟... 除了降噪模式,它還有另外一個叫... 除了降噪模式,它還有另外一個叫聲音通過模式 就是你按了它會使用麥克風接受外面的聲音 然後再放到你的耳機裡面聽到外面的聲音 但是我覺得這個模式呢 大部分使用可能像是你要跟前面的人講話 你開聲音通過模式 但你聽不到前面的人講話 它是所有的聲音放大 它沒有在聲音處理 就是它沒有處理說過濾掉外面的噪音 只有人聲保留之類的這種功能 它就是所有聲音放大 所以你真的是坐在正前方的人 你是幾乎是聽不到它的聲音 就不如你直接把你的耳機拿下來 你還聽得比較清楚 這個模式幾乎是... 沒有在使用這個模式啦 就不值得使用